三号重建一步一步进行当中 高雄市政府今天强调 受损的一星三多还有凯旋等三个主要道路 最快会赶在11月20号 也就是选举之前全面通车 不过目前最大的困难 就是地理下还有管线 事务团队强调将以管线的安全为最大前提 然后一打开看 那个板块还在动 薄油板块一片一片还在动 我就跟我先生说 天啊怎么会有这种 这种现场吓死人了 回想起家门前的一星路 在气爆当晚面目全非 十天过后一星路已经用水泥 铺起便道让重型积聚进出 高市府从8月3号展开重建工程 19亿经费陆续到位 其中一星路花费5.25亿元 三多路3.95亿 凯旋路最长8.9亿元 机车只能绕道而行 全长4公里多的受损道路 重建工程至少要花费20个礼拜 是在11月20号前让道路回复通行 打装之前工程人员还要先确保管线 一条条钢板桩的旁边就是天然气管 工程人员坦言一星路上就有油管 电线和光线网路 工程顺不顺利都要看管线单位配不配合 除了管线还有蚝雨排水成了当务之急 先靠钢板桩应急 未来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这些排红断面如果有大蚝雨来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做我们的临时排水 施工围里已经搭起 没下雨就连忙赶工 一星路和和平路口的钢变桥也临时赶搭 类似便桥未来20周将是需求和施工进度再做加设 UdnTV陈俊杰月嘉宁高雄报道